因为粘液型的肺腺癌发病率低 所以并不多见 所以这方面的资料并不多 大家但是看到了 大概在十几年前我出了一本专著 叫做细肢气管肺泡癌 在这个癌里面 细肢气管肺泡癌分为两大类型 一类叫非粘液型 一类叫粘液型 大家知道非粘液型肺泡癌 现在叫做原胃癌 而粘液型的肺泡癌 现在叫做粘液腺癌 所以我为什么会告诉大家 粘液肺腺癌 大家一听上网一传说 热情程度很高 但是我看恰恰 我看了你的资料以后 我认为不高 它就是以前典型的叫做 粘液型的细肢气管肺泡癌 那么在这个孤立节节型的 粘液腺癌里面 它的肿瘤细胞很少 所以它的预后也非常好 看到是一个节节 但是这个节节里面 大部分是粘液 肿瘤细胞不多 所以它的效果就好 所以孤立节节型的 做了手术 我经常跟大家说 类似原味 但是年夜腺癌里面 还有其他两个类型 第二个叫多节节型 它就是肺里面好多个节节 都是年夜腺癌 第三个类型是弥漫性的 那么肺里面就像扔了 扔了撒了一把沙子一样 所以多节节型和弥漫型的 年夜腺癌 预后就比较差 就不如孤立节节型的 年夜腺癌 效果这么好 啊